因為我有很多的駐唱都是要在餐廳、酒吧、或者是戶外的地方 就是一定是會跟人群接觸的地方 所以他們是全部都取消 然後這期間的收入是整個是零 還蠻慘的 我全都要對著 又不是這樣嗎? 怎麼過一輩子 嘹亮嗓音回蕩在台北信義區 她是歌手田雅寧 你可能曾在街頭聽過這聲音 但在全國3D緊接狀態下 先別說這歌聲你有沒有印象 可能連出門逛街是什麼滋味都有點忘了 疫情期間民眾盡量待在家 街頭藝人當然也無法出來表演 等於是沒了工作 因為我有很多的駐唱都是要在餐廳、酒吧、或者是戶外的地方 就是一定是會跟人群接觸的地方 所以是他們是全部都取消 然後這期間的收入是整個是零 還蠻慘的 慘到只能苦笑 因為疫情爆發前 田雅寧的駐唱邀約 一週大概只有一天不用唱 無盡無盡無盡的夜晚 無盡無盡的生存狂 沒有人集中回家 沒有人想要再回家 如今一個月下來 一場都沒辦法唱 幸好自己符合政府的紓困條件 其實文化部那邊有給表演者 或者是藝文相關的產業 有紓困 就只要你可以提出證明說 你的表演是因為疫情被取消的 那他們就是都會看 如果我真的紓困有下來的話 我就是有被救到 不然我是整個零收入 所以我覺得如果少了那筆紓困 對我來說其實影響也真的蠻大的 那你生活壓力會很大嗎 我覺得其實我已經比一般異鄉的人來得好了 就是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說 對不能去外面工作演唱很痛苦很難過 可是後來想想你就會覺得說 那剛好有一個時間我可以在家練功 所以我就在家練琴練唱 沒被疫情擊掛反而把握時間更加充實自我 因為當歌手一直是她的夢想 因為我其實自己算是很早以前就有勵志 就是下定決心說 我的目標就是想要往歌手前進 我一開始接觸這個產業其實是從直播開始的 接觸過現場表演之後我覺得 現場表演比較吸引我 我會用我的表演感染現場的人 那現場的人他們的feedback也會感染到我 無奈碰上疫情 沒辦法和現場觀眾互動 只能順應大環境善用網路求生存 我們也會在網路上面經營 可能會放一些自己歌唱的影片 或者是自己在現場演唱的側錄的影片都有 社群本身也都會有直播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經營的媒介 因為我覺得做什麼事情其實你的心態是最重要 如果你自己都不先支持你自己相信你自己 那其實你自己會走不下去 我覺得不確定還會不會再往後演 對 所以我因為之前有一個在國外工作的機會 那我現在就是有開始在考慮說 看是不是能過去那邊表演 這波疫情沒打倒他熱愛唱歌的心 反而成為飛向國際舞台表演的契機 無論疫情有多無情 他都會繼續唱下去 蘋果新聞網 你的心態不要崩塌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支持你自己 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報導 比中餐晚上加起來 一天大概會有提供到一百多個愛心餐 我吃到我人生第一個愛心便當 我看他們這樣子付出 那我想說那我以後是不是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送愛心餐比賣的便當還多 老闆說 活著凡事都有希望 每到用餐時間總是有不少人拿著愛心餐券 來跟老闆領愛心餐 這家位在新北市戲紙的便當店 經過可能不會多看兩眼 但卻是許多人的救命戰 因為老闆已經默默行善超過十年 供應免費的愛心餐 一天中餐跟晚餐大概會提供50個愛心餐 就是因為這次疫情實在太嚴重 然後一天大概以中餐晚餐加起來 一天大概會有提供到一百多個愛心餐 我預算過我自己的能力 我最多也只能提供到六月底 然後接下來如果再接近下來 我可能也會撐不下去 但是我想說我自己都受影響了 但我現在還有這個能力 我是不是應該多付出一些 讓那些臨時沒有工作 或者是說臨時被裁員 或者說被減薪的那些家庭 他們也有一口飯可以吃 老闆說受到疫情衝擊 每天生意直接腰斬 送出去的愛心餐 比賣的便當還要多 但是咬著牙伸出援手 因為他自己也曾是過來人 那捏台風的時候我家也被淹了 那時候冰箱裡面的東西都清空了 沒有東西可以吃 那我就發現說有些單位他們自發現的 他們滑著那個小艇 然後沿路就是發送便當 我吃到我人生第一個愛心便當 我看他們這樣子付出 那我想說那我以後 是不是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然後開個餐飲宴 然後就是對這個社會也付出一些 獸人點滴勇全已爆 於是2009年 劉威林均職退伍後 開了這家快餐店 而且供應免費愛心餐 他說有困難的人 不用擔心 來拿餐就對了 尤其疫情期間 需要幫助的人便更多了 就曾有位背著嬰兒的媽媽 母子倆都吃不飽了 上門時還有點不好意思 她因為這次的因素 然後被裁員了 然後身上也沒任何錢 身上那時候只剩下 好像八十幾塊錢 她根本就不夠買一罐奶粉 那時候當下我就趕快去買了奶粉 給這位媽媽 我就跟她講 小孩子沒辦法吃飯 你如果說真的有需要奶粉的話 你可以跟我講 我會持續提供給你 然後一直到你恢復正常的生活為止 但是愛心不能被濫用 民眾長期領餐一段時間後 老闆會親自做家庭訪事 還發送愛心餐卡 讓需要的人評券領餐 確保每個資源都能用在對的地方 而行善的過程中 也有些難以想像的故事 在提供愛心餐期間 其實有些也會讓我覺得 就是蠻感動的事情 就像之前有一位單親媽媽 她帶著小兒子來拿愛心餐 但是她一開始來的時候 她都會跟我講說 她可不可以用一個小小的容器 裝幾樣菜 一段時間後 這對母子再上門 小朋友說想喝養樂多 老闆給了兩瓶 還叮嚀其中一瓶要給媽媽喝 小朋友天真的說 那瓶是要分給哥哥的 沒想到他的媽媽 卻突然情緒潰提 後來問她為什麼 我才知道說 她哥哥是因為疫情的時候 因為她奶奶生病 然後她媽媽為了顧她奶奶 沒有顧到她哥哥 導致她哥哥在送醫院的途中 就已經往生了 然後她一直不敢讓她的小兒子知道 後來回想我才知道說 她一開始拿那些小容器裝的飯菜 其實是要拜她大兒子的 然後後來就是撐過了這段期間之後 她有了穩定的工作 然後後來她也發心說 她每個月她可以提供10個便當 讓我們自己去運用 可以學術更多的 曾經跟她一樣 就是有耐到坎而過不去的那些家庭 老闆的愛心形成善的循環 但這股力量始終抵擋不住疫情的衝擊 只能無奈宣布 7月先暫停公益愛心餐 因為這次真的疫情 它是真的非常嚴峻 它所影響的家庫是真的非常多 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我們都可以提供你 至少你在吃的方面不會有所困擾 你不會因為餓肚子 不會因為你看到你小孩子餓肚子 你會去胡思亂想 其實這些我們大家都可以來協助你的 讓我們一起來就是 就是克服這些問題 然後盡量把所有的散開像它最低 蘋果新聞網 人生只要有活的 凡事都有希望 報道